我姓石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我姓石 只比鞋子犹如骏马在奔驰 我姓石 就等待 虽然石真善真的姓石啦 不过身为百亿千金 听到自己的BGM如此的接地气 应该会气到吐血吧 先帮读者们介绍一下石真善的背景 身为新加坡总旅游百亿千金 他跟娱乐版最深的渊源就是吴建豪的前妻 至于对这对前任夫妻的新闻有兴趣的话 欢迎自己搜寻 因为也是满精彩的啦 好累想趴在吴建豪的胸肌上休息一会 你说这个胸肌吗 不好意思这个胸肌 只留给 阿姆哥石真善现在生活倒是过得相当快乐喔 日前咱们遇见他和中国官三代千金陈颖杰一起逛街吃美食 陈颖杰除了是有名的时尚网红 他跟娱乐版的关联就是 他曾和王阳明交往过 也和GD全智隆 柯震东传过绯闻 陈颖杰来台湾过生日的时候 生日派对就是办在柯震东家经营的餐酒馆 当天出席生日派对的人 除了时真善以外还有柯霸 柯震东 陈颖 杨明威等等近30人 果然是千金的排场 接着回到现场画面 时真善和陈颖杰相约在东区的网美咖啡厅 星辰跟一般少女没有区别 相当的平易近人 不平易近人的部分 大概就是他们身上的行头了 时真善收纳价值约36000元的LV化妆报 这听起来好像还可以接受 不过陈颖杰的行头 可是粗估约70万奇跳的爱马仕凯莉包 两人在店外等待机程车时 时真善把自己的手机交给陈颖杰 请她帮忙拍照 突然在台北街头开启了画报模式 直见时真善摆出浮夸戏的拍照知识 验证的那句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路人 不过翻翻时真善的IG 陈颖照可是非常有气势 果然美女就算搞怪也顶多变成搞怪美女而已 照片拍完之后 机程车也刚好抵达 两人前往SOGO白货继续玩乐 玩乐结束后 当然就要准备吃晚餐啦 你各位以为前金门聚会 绝对少不了米其林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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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peak的可是同版美食 鹿肉饭 蛋仔面还有黑白切 看来台湾小吃又成功颅获前金门的味 真是可喜可贺呀